男人多半都喜欢和聪明情商高的女人相处 这种女人说话总能说到别人的心里去 有句话说良言一句山东暖 他们会在乎男人的感受 知道男人的内心所想 会站在男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们一般不会无理取闹 胡搅蛮缠 他们会在男人困难的时候给男人鼓励 打气 但是生活中偏偏有一部分女人天生愚蠢 尽说一些男人不爱听的话 惹男人讨厌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是哪几句话 第一句你太没本事了 男人最喜欢听的大概就是这样的话吧 还是从自己老婆口中所出来 这意味着对他的否定和不认可 嫌弃男人的无能 男人都是很要面子的 尤其是在他老婆面前 如果这个女人在外人面前这样说自己的男人 那么这个女人估计蠢到家了 女人要多理解自己的丈夫 现在竞争压力这么大 男人也想给自己老婆孩子一个好的物质条件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会如愿以偿 女人的不理解损她 是会让男人越来越怕面对自己的老婆 心也会越来越远 她是男人若得势 她也不会记女人的恩 因为你带给她的都是否定 第二句 老用离婚来吓唬对方 在夫妻相处中 最忌讳的就是一吵架就提离婚 那些整天把离婚挂在嘴上 天天威胁 等男人真的同意离婚又傻眼了 离婚这样的话说多了 在男人心里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渐渐的夫妻齐心 在男人心里被淡化 反倒会让男人慎重的去考虑离婚 大不了分手才是主旋律 或许有一天 两人吵着吵着 男人真的去和你离婚 到时候你还有台阶下吗 再后悔可能就晚了 你可能就随便说说 但这样对你们的婚姻伤害是不可估量的 要避免祸从口注 第三句 你怎么没有随随老公有本事 这是很愚蠢的做法 这样做很伤男人至尊的 你拿别人家老公的长处 比自己老公的短处 人都是有长处有短处的 那要是拿你的短处和别人老婆的长处比 你难道会感觉舒服吗 你就没有想过 你也有不如人家老婆的地方吗 所以婚姻中的女人不要太攀比 什么人家老公又买了一个名牌包包 什么人家老公多有本事 人也要学会知足和感恩 做聪明的女人 努力开发老公的潜力 培养自己的老公 给老公自信 打气鼓励 愚蠢的女人会让男人把自己的潜力都抹杀了 第四句 我这么做只是因为爱你 有些女人天生有种 统治欲望 婚后总是操纵自己的男人 不让男人做这 不让男人做那 跟谁一起做了什么 回家后就要向自己报备 男人一旦表现出不理解或是反对 女人就会说 我是因为爱你 我才管你的 女人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即便是夫妻都要给彼此空间 爱从来就不是绑架 这样子会让对方觉得累 真正的爱情是信任 是包容 是让对方自己变得更好 第五 夫妻知识否定男人 女人要知道 你若还打算和他过 就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对于男人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 自从苦自尽 夫妻那回事 对于男人来说 是一种自我能力的表现 在他们看来 如果一个男人在信上失败 不能获得女人的认可 那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所以如果女人说 我觉得你不行 或者干脆拿他和别的男人做比较 这对于男人来说 绝对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聪明的女人 应该适当肯定 她的那方面能力 恰到好处地 配合胜过千言万语